记录健康 卫生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环境中的湿气不仅会造成东西发霉 也有可能会进入人体影响健康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两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湿气这个话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仁爱院区中医师蔡耀健蔡医师 家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联合报医药组记者黄文燕 大家好 其实讲到这个湿气呢 我们知道说台湾是属于海岛国家 我们的四周的这个湿气特别重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如果体内的湿气没有排出 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一个是睡不饱 第二个是食欲大增 第三个是疯狂喝水 我们先来问一下Yuki你的答案是 我觉得应该是一 睡不饱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湿气跟食欲大增 应该没关系 然后疯狂喝水如果体内有湿气 应该就不会再狂灌水了 不会觉得口渴了嘛 像我也是觉得是睡不饱 因为我心中我就觉得他湿气还蛮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天就是睡觉到半夜的时候 我碰到他都会觉得他身上湿湿的 然后他也不是流汗喔 可是他的衣服也会有湿湿湿湿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就想说他也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常常会睡不好 所以导致他睡不饱 所以所有人都选一 睡不饱 蔡医师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这一题的答案确实是一 睡不饱 那为什么湿气比较重会睡不饱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可以讲说是气欲湿主 什么叫做气欲湿主呢 就是气的运行不畅 那为什么气会运行不畅呢 那跟湿会有关系 湿把这个气抓住了 让他不能够好好的去他上去的地方 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精神要好 就头脑要清晰 那必须头要有营养 那气呢 我们的清气不生 就没办法生上我们的一个头脑上面 为什么 因为气把他给预住了 所以呢我们头就得不到一个充足的一个能量 我们头就昏昏沉沉的 人家说是宿醉 结果我们变宿睡 睡了还想再睡这样子 那身体呢 肢体奇怪明明睡 已经睡十个小时 人家说睡七个小时就够 可是我睡十个小时精神还是不好 为什么 因为气有了 但是呢他就是去不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就是我们身体体内有湿的一个关系 其实提到这个湿气呢 大家第一个又会联想到就是湿度 像Yuki 你觉得湿气跟湿度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湿气感觉起来很像是一个老人病 对就感觉很像什么阿公腰酸背痛 感觉起来好像跟湿气就是有关系 那如果用到日常生活中的话 应该就像是我那时候有阵子去美国 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发现好干燥喔 就那时候可能脸上都要擦凡士林 对 我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没有湿气 好像好像会变老 会有显老的感觉 对 不够保养 蔡医师所以湿度跟湿气也要维持到一定的体内的一个状况是不是 一般而言我们的一个湿呢 它比较期望的一个合适的一个状况是40%到60% 你说空气当中的湿度 空气的湿度相对湿度 那如果说我们的湿度呢 它低于30%就是一个低湿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会觉得比较容易干燥 对 那我们如果高于大概高于60%以上 其实基本上就觉得比较湿一点点 那像Q妈你有曾经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环境当中特别的湿 像环境当中的话 我就会觉得就容易想到发霉 因为湿度重 就是会觉得到处都会发霉 而且很容易引起小孩子的过敏性气喘 像我儿子就有气喘 只要湿度太重的话 就会开始气喘发作 对 那如果是在身体里面的话 我会觉得会不会是肾不好 因为我们的肾是用来排尿解毒 那它会不会是就是没有办法把你的湿气 就是尿液排出去 所以就会变成湿气重 湿气重跟肾不好有关联吗 蔡医师 湿气重我们说 为什么身体会湿气重 那大概牵扯比较多的脏腹 我在中医里面来讲就是 第一个是皮胃 尤其是皮 皮呢煮韵化水湿 那当然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器官 比如说像是心 跟我们的一个肺 还有肾 其实会有关系 文燕 我们台湾属于海岛型国家 所以湿气特别的重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对 刚刚蔡医师 刚刚其实有讲了 人体 就最适合人体的一个相对湿度 是指40到60% 那你比高过这个数字 你就会感觉 就是湿湿 就应该是湿气太重 你汗水就排不出来 就觉得闷 就觉得热 那如果这个湿度又太低的话 就是非常的干 空气非常的干 那所以这个也就是提醒大家说 我们有一定的湿度去 就是最适合我们去身体去调养 那也就是说比方说现在很多 现在很多老年人或是一些爸爸妈妈 他可能早上会起来做运动 那可是其实早上的 比方说有些雾气 那其实湿气可能也是比较重的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看 是不是要这时候出去做运动 因为如果空气中有雾气的话 除了湿气重的话 那其实空气品质也是不好的 所以这部分就是要考虑 那像夏天蛮多人会去 他可能就觉得热 他就在床上就睡不着 他可能就睡到地板上 那这部分也是会有一些 湿的情况发生 所以如何判定我们体内的湿气 是不是过重呢 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自我检测表 例如说他可能起床的时候 要看你身体的感觉 例如说像刚刚蔡医师讲的 昏昏沉沉 这就有可能 或是上厕所的时候 看你的这个粪便 还有在刷牙洗脸的时候 看这个舌苔 还有耳内湿跟阴部潮湿 甚至睡觉流口水 头发比较容易出油 以上的这些情况 像是Yuki 你符合其中的那几项 我觉得是第六项 因为像前一阵子海洋音乐剂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刚开始觉得还好 可是回到家之后头发很油 大概那时候一天会觉得 要洗两次头发才OK 我想说这是不是就是 因为外在的湿气 所以影响到体内 是 确实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比较湿的一个环境 我们身体里面的汗 排其实排不是那么干爽 那会跟外界的湿气 其实会融合在一起 那会比较容易有油腻的感觉 跟黏腻的感觉 那除了这一部分 像Q吗 你符合其中的感想 我觉得一四都有 因为像我 就是像医生讲的 就是起来 就是不管睡多久 我身体就是很重 然后就觉得累累的 那我就算前一天提早睡了 可是隔天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而且我的耳垢也是湿的 不会像人家是干的那种一块一块 就是湿的 是 所以蔡医师 以这样子来判定 它也是属于这个体内湿气 比较重的 的确是 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睡觉的一个时候 我们睡醒了 它精神比较差 那很有可能是 湿是一个圆胸 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的湿 比较重 让我们的身体的气 去不到它应该去的地方 所以它就会 头会昏沉 就像说好像被 盖一个大毛巾一样 那头会清爽吗 头不会清爽 那如果说身体里面湿气比较重 就像是好像身体 会带一个大水袋一样 身体会重重的 然后整个人 好像跟床会黏在一起一样 这个就是湿气比较重的感觉 对 那再来就是我们上厕所 看我们上厕所大便的状况 是不是在马桶上面黏住 冲不掉 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像是一个湿的状况 或者是我们上厕所 它的一个比较不成型 我们说便糖 便糖就是像那个鸭子 它大便就水水的 它不是很成型的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是 身体里面的水是比较多 那如果有些人 他不是那么想要 看自己的大便 或是他没有那么习惯 看大便 我们可以 都会擦嘛 有时候我们擦一两张 卫生纸就觉得很清爽 有时候奇怪 你有没有感觉 身体湿气比较重 尤其是最近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这种人会特别多 因为湿 那为什么夏天会比较多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属湿 那属湿呢 其实我们身体 都会有去做一些排汗 那已经耗很多气了 那我们会习惯 想要喝一些凉的 又更 让我们的一个脾胃的气 更弱 所以身体湿气就比较多 身体湿气比较多 奇怪 为什么喝那么多水 大便怎么还是不好上 然后或者是上的时候 它比较不成型 或者是擦的时候擦不干净 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比较湿 比较不成型 擦不干净 或是黏在马桶上 这样状况就是一个湿气的一个身体湿过重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在看舌胎 舌胎我们比较湿的人 它舌胎是会比较厚一点的 会比较厚一点 比较白比较厚一点 比较白比较厚 那如果说我们叫弹湿的话 白加上厚腻 像上面白白的 可是再涂一层油一样 白白的腻腻还会反光 这样子就是一个湿或是一个弹湿 那再来就是看舌旁边 我们牙齿 有些人在牙齿跟我们舌胶肌的地方 有些人会留下齿痕 有些人比较多 有些人比较少 如果齿痕呢 自己跟自己比 齿痕如果比较多的话 那代表说身体的湿气比较重 它有点种种的感觉 所以有这么多的方法 可以判定你体内到底是不是湿气过重 那如果一旦湿气过重的话 对人体的健康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